总统马英九率团出访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 14号抵达海地首都太子港 海地总统马德利亲自到机场接机 随后马总统参加由我国协助援舰的最高法院大楼落成典礼 典礼上马德利和书记主教朗格罗 也特别关怀我国日前发生的八仙城暴意外并未伤者欺负 马总统指出海地2010年遭逢地震 但人民却以无比坚强的意志重建家园让他感到敬佩 也从那时起我国陆续协助完成多项重大基础工程 但马德利总统也坦言重建工作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两国元首联合新闻说明会上马德利表示 明年是两国建桥60周年强化双边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马总统也指出地震过后 联合国力促海地发展 我国一方面考虑结合国际机构的计划 一方面也协助海地发展太阳能发电 另外在奖学金和技职教育合作上 也都有继续着力的地方 我们其中的台湾奖学金 目前还有一些可以减讨的地方 再来就是技职教育方面的合作 因为针对海地未来的发展 需要大量的人才 人子技职教育 感觉合作已经减少失业了 最后当然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很多的台湾的更新 所以这个之外 马来西亚可以跟国际组织配合起来 继续来做 这也是为了我们能够着力的地方 马总统表示 我国有责任 也有意愿帮助海地继续往前发展 绝对说到一定做到 马总统也在国宴上 和马德利总统同台雕歌 展现两国情谊